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上个礼拜周末台风 泥沙 青台 它离开之后留下了一个意外的灾难 就是把和平 花莲和平电厂的电塔 书店的电塔把它弄倒塌了 造成130万千瓦的电力没有办法输送出来 也让我们的全台供电的倍转容量只剩下2% 所以产生了所谓红色警戒的限电危机 随着行政院就寄出说 公务机关在中午12点到3点或是1点到3点 除非必要使用的冷气 希望说能够把冷气把它关掉开送风就好 这样一个政策出来之后 引起社会各界多元的讨论 台湾的确面临欠电的危机 但是在这件事情背后 谁才是真正那个欠电的家伙 我们今天邀请几位来宾 大家好好聊一聊 第一位是资深的社会记者 也是老朋友彭华干 文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年轻的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陈思雨 文家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是新北市秘书处的李颖昌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老朋友王时奇 大家好 相关讨论之前我们先进一段新闻画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好 回到现场 有些相关的新闻细节 在跟云友做进一步的提示 台电的发言人他说到 台电他说真的很辛苦 非常的抱歉 他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 相关他也提到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措施之下 他说由于公家机关一年用电量只占总用电量的1.82% 若在每日1点到3点将冷气关掉 也不过才占总用电量的0.03而已 虽然说这个是一个杯水车薪 但也希望能够拒杀成塔 因为电力无法储存 用了多少就必须供应多少 为了避免限电的状况发生 一定要确保在尖峰的时间能够安全的过关 那再也说台电说只要调高温度一度 空调温度调高一度 那就可以达到相当的所谓节电的目标了 那行政院发函中午他认为说应该只要开送风就好了 那政府关冷气两小时台电初估大概省30万千瓦的容量 30万千瓦容量按照我们一天的使用量来讲 下进用量大概只有0.3 0.4左右 的确是杯水车薪 华干怎么看这个措施 没有第一天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一点到三点不是最热的时候吗 好 没错 你讲的也有道理说 因为在最尖峰的时段嘛 所以必须要关掉冷气两个小时 关掉冷气两个小时 其实以指行政命令就做得到了 但它的附属的配套是什么 各位要注意你关掉冷气 苦的不是只有公务员 我最近常到地震机关去 还有一些行政机构去 地震 税捐 外交 领务 像这样子的机关 内政部一点到三点 我可以跟你保证那一定是什么 恰功高峰 所以现在你对于说 凡是我们都要共体时间 我跟你讲 共体时间这四个字 人类千百年历史以来 最不能做到的就这四个字 你知道吗 你可以同富贵 但是不能 你可以同患难 不能共富贵 共体时间这件事情 通常都是最难做到的 所以今天这些公务员 他们要面对挥汗如雨来工作 这算了 但是来掐工的民众他们要怎么办 我讲个笑话 内政部有一位孕妇 孕妇公务员 他实在是 他7月31号第一天 他已经热到 他没有办法办公 第二天专门弄一把电扇 大电扇在他面前吹 吹他一个人 旁边的人还有一点余电可以分享 所以你就晓得说 你要增加多少成本跟预算 你去买电扇 电扇很便宜 这我们都知道 但是你在习政命令下之前 你有没有想过 像这样子的员工 他怎么办公 来洽工的民众 他会怎么想 那今晚我是走到什么地方 老板买死了 怎么这么热 这么闷 最重要不是热 是那种闷的感觉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常常到了那种环境里面 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 冲出去躲 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到那个环境 我就想说 快来走 那现在你不是这样 你要公务员待在那个环境底下 你也要民众待在 你同样的环境底下去忍受 每天两个钟头 到了三点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8月1号的时候 那个下午3点 那个冷气一打开 哇 包括所有的工家机关都 欢声鼓掌 终于开冷气了 大家就晓得说 好 这是一种什么 这是一种在非常时期的 一种的节约手段 我们大家供给时间来做 但是对于公务员而言 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子的待遇 那民众又应该受到这样子的怎么样的对待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深入来想 是 我记得上次能源局局长我们专访他的时候 我也提出几个指语 第一个说夏季电价合理 在台湾这种热带的岛屿型的国家 夏天闷热 不是来处罚任何人 也不是来考验我们的所谓 生活中的所谓清减哲学 它变成是一种生活的必需品 生活的必需品能够用以价质量吗 我提出一个经济学上的观念 但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 这次行政院寄出的这个节奠措施 会不会变成羊毛出在猪身上 最后小狗去买单 那旁边没问题 旺旺旺旺的公务员就他来买单 努力要死 那我更担心的会产生一个叫做 管理学上我们常讲的踢猫效应 这是一种所谓坏情绪的传染 很简单一个故事 一个爸爸他被他上司骂了一顿 他回家训了他们家小孩一下 小孩被爸爸训了一顿 就跳到旁边去 就把一只猫吓一跳 猫就跑出家外面 就在路上一只车子开过来 看到那猫开过来赶快刹车 又把他们一个小孩子给吓倒 所以造成一系列的 不预期的负面效应 有可能我今天下午 就要去新北市的领口区公所 办一些事情 我很怕会碰到这个踢猫效应 那市长 柯市长有做某些程度的回应 你怎么看这些回应 其实一开始市长这边 当然是在记者督麦的时候 就有问市长说 如果下午1点到3点冷气 整个关掉 那要一起配合节电 能不能供体时间 那其实这个部分 市长其实当下的回答 都是很直接 他就想说奇怪 为什么会在最热的时间 把冷气关掉 当然不能关 所以他才提出说 怎么应该是说 有合理的要求 我们才来做 那其实台北市政府 在好几年 五六年前 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 就是室内温度 不可以低于26度 那在去年开始 我们就已经配合台电 在做节电的动作 那这个节电呢 其实我们都维持在28度以下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也有一张照片 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的市长 当然很多人都在讨论说 是不是像之前马总统就有讲说 他在办公室的时候 都不吹冷气啊 或者是各个部会首长都会讲说 我们都很节电 都没有开冷气 我们的市长更狂 灯都没开 对 他连灯都不开 对 那其实大家也会讲说 那除了当然是用限电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冷气的空调温度 不要开这么高 维持在28度 那维持在28度的情况下 其实服装上也是可以做一个调整 那市长就会跟大家讲说 对啊 其实西装的部分 大家可以尽量少穿 那刚好现在我们又要配合世代运 所以大家都统一穿一些Polo衫短袖的 那确实可以替代到一些部分的 就是散去一些热气的部分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不能把冷气整个关掉 一定要维持总风 是因为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如果你有来过 你一定知道我们是双十字的一个造型 那这个双十字造型 其实在非常久 以前在李登辉前总统当市长的时候 就是以历史为考量 所以那时候做了这样的建筑 那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绿能概念的 一个状况下 那我们这个双十字的造型的建筑呢 像我们看到这边 其实它中间的部分 我们有非常多的公家机关 他们的部门跟座位 是完全没有对外的窗户 然后再加上我们中间的中庭 那部分是完全采透光的方式 所以其实西晒跟太阳直射 所有的闷热的空气 都在整个市府里面 所以市长才想到说 我们不能把冷气整个关掉 我们可以维持送风 可以限制温度在28度 但是冷气如果一关掉 会造成我们本来就没有 对外窗户的密闭空间 会变得更加闷热 是 对 柯市长是个医生 是个非常精打细算的医生 在台大都领教过 他的成本管理哲学 我想柯市长应该讲一个叫做 我们管理学常讲的叫做 水床效应 我们看那个水床 不是这样软绵绵的吗 你把这边压下去 另外地方就会鼓起来 就是说你把用电这个成本 把它结下去 但是你要注意 另外一边的成本 会不会升高跑起来 比如说公务人员的士气 去洽工民众 应该得到合理的服务待遇 这个是另外一个 所谓很重要的服务成本 会不会就被垫高起来 所以我想这个决策 不是说不行 我们更要讨论是说 它有一个全面性 很周延的所谓 事前事后相对水平对称的 所谓成本效应的思考 办公室做个小调查 说办公室大调查 夏天到了你开冷气吗 很多种开冷气的方式 有人说上周开始开冷气 上个礼拜才开始开冷气 家里包括灯冰箱冷气 都是一级节能家电 好买得很好 觉得够环保可以开冷气 两周前因为太闷热开了冷气 他现在只有睡觉前来开 主要是要省钱 赤婴才是要环保 自己住好热所以开了冷气 为了省电费直接不用冰箱 冰箱不用了 为了睡觉舒服些 这周开始睡前开冷气 为了省电 每次都只设定一个小时 开很久了 因为好热睡不着 而且我家宠物是长毛 他也会怕热 冷气开了 因为很闷热 开冷气就会整夜吹到自然醒 没开 因为家里用的是水冷气 倒水进去 效果跟冷气一样好 美为了环保爱地球 在家从不吹冷气 就是靠电扇跟冷水澡来度过夏日 我想开冷气这件事情 虽然是一种生活的必需品 事实上每个人也基于他的生活的各种不同的条件 跟期待也对开冷气这件事情有不同的处置的方法了 那这次我们刚才讲说这个虽然缺电欠电 但是倒是中央地方互相电来电去 我们把这几天中央地方互电的情况跟大家整理一个小手板 再来请教新北市的李先生 总统府发言人黄崇雁 立刻他就开刨在脸书上 说公开贴文指出 日本在311地震的时候 都会粘贴标语提醒节电 一起渡过南关 但台湾给人的感觉大不同 如果内斗内航可以发电的话 我们应该是能源大国了 好 OK 那新北市长朱立鲁也有回应 他说强调新北市已经在推荣兵空调 也叫做除兵式空调 光关掉电源 关掉节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说节能不是只靠关掉 这两个字 不是一个长远之计 用智慧节能才是一个好方法 我们再来请教新北市的代表 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于1到3点关闭空调要求 柯文哲表示不合理的命令 不会遵守 冷气要召开 那但是关冷气要叫大家躲去哪里呢 冷气还是要开 这样温度会调到28度 请媒体不要再问 不要再害他 看人家害他 OK 总法人又环扣 脸书公开贴文回栓朱立鲁 朱市长的反射动作 其实不过有点中俄 中俄是一个日本人的用 代表中学二年级的程度 代表这个有点白目 有点说不通 喜欢耍个性等等 OK 好 这个我们尊重 但是要注意 毕竟是总统府发言人 位高权重 讲话不能像网路的酸民一样 新北市政府的副发言人 叶元芝也回应了 好说 至于黄春月说法是中俄 这是总统意思吗 还是发言人 你自己的玻璃心 你那么容易碎 如果黄春月也知道苏贞昌老县长在15年前就有节能转换能源转换的概念 请拿出具体做法吧 不然会让大家觉得蔡总统落后输前县长长达15年之久 好那也有嘉义县长张花冠他今天接着访问说直言说太热了我会受不了 并表示嘉义县长期节电已有成效 但下午一点到三点温度本来就比较高 恐怕会影响公务员工作效率 建议时间可以提早或延后 来新北市那个李先生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好那刚才台北市政府提出了一个他们建筑的一个结构 那我也是想要从建筑的方面来说明 那这是我们新北市的一个大楼 那就我所知台北市是一个12层的建筑物 那台北市是有对外穿的 那我们的新北市政府楼高是33楼 它是一个帷幕型的一个建筑物 那帷幕型的建筑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大概一个礼拜会开两天的车上班 但是我开的时候如果我把车窗摇起来 那这时候我第一个动作 我一定会打开我的送风 然后再按下AC 所谓的AC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冷气线 但是我想象一个画面 就是说我在夏天一点到三点的时候 这时候车窗摇起来 但是我不开任何的空调 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大概我可能没有办法专心的开两个小时的车 而且甚至我没有办法待在车里面 为什么 第一个车内的二氧化态马上就会拉高 我们需要的是中央空调 帷幕型的大楼也是一样 它没有办法透过窗户来换外气 第二个我们人体会产生湿度 像现在这样的空调 我们的汗会被压下来 但是你一旦没有中央空调 帷幕型的大楼 湿度会一直拉高 刚刚是头昏 你现在会变成浑身不自在 再就是我们车子的引擎在发热 这时候我们有看过 国外影片有个画面 这样的情况下蛋都会煮熟 然后引擎的发热 我们大楼有5000台电脑 5000台电脑同时在发热 它又有它的各项主机马达在运转 那我想它不是一个单纯开不开的问题 我们势必要开 但是我们新北市有更智慧的做法 这是我们朱市长所提到的 过去确实我们在新建的时候 有设有一个除兵的设备 但是除兵的设备 我们当时只是为了要劫废 那我们在104年的时候 104年的时候 我们就经济部补助 我们有做了一个智慧化的能源管理系统 那我们将我们的任何用电源 这是一个时间电力的一个曲线 那我有13个主要回路 那这个图就是我空调 跟其他用电的比例 蓝色我空调既然用了这么多的电 我就应该针对空调去做一个掌握 那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智慧型的做法 我透过我的设备 以前的设备 但是我把它进化了 这个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101也有 它也有这样的设备 我可以解决台电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台电的问题是什么 尖峰卸载 对 它在一点到三点的时间 应该刚刚130万的这个缺口没办法 那我在一个小时 我就可以卸载1500度的电力 那这我换算一下 大概是和平电厂的千分之一 那如果每个公家机关都能提出千分之一的话 那我想真的公家机关就解决了 那在这一块的话 因为我们有这个智慧型的做法 我想我们新北市确实做了很多 也诚如刚刚讲的 那既然以前就有做 那为什么中央也可以带头试做看看 所以苏贞昌前县长15年前就有远见 那后续即任县长也都在 市长也都在这上面继续持续做努力 是OK 这个刚才有提到一个叫除兵式的空调 那也有叫做熔兵式的一个决电方式 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的发电 我们的用电 事实上是有波风的 比如说这个白天比较高 晚上比较低 但是这个尖峰这么高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盖很多电厂 去为了应付这个尖峰的用电 可是事实上到了离风用电的时候 这些电厂都应该没问题 所以全世界所有的发电供电 都必须把尖峰供离风的这个落差 把它拉平 让供电跟用电尽量稳定对称 所以就说在晚上才来发电 在离风的时候 这些办公大楼 它才开始发电 用电把冰结起来 然后到白天的时候 它就把晚上用电结出来的冰 把它的所谓冷的能量 把它放射出来 把它释放出来 所以它白天反而不用电 这是一个非常智慧型的 一种所谓用电管理的方式 那目前安装这种 除冰市空调系统代表性的大楼 大概台北101 新北市政府 台电大楼 新北市的南山中学 然后那个华干给做一些补充 台中的科博馆 那台电的发言人说 目前台湾大概有300栋 那回到时期这边 如果就说 我们知道我们都希望节能 要减碳 也朝向非核家园 这个终极的 所谓国家的总目标前进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节能 它应该是棒棍跟胡萝卜 同时拿出来用 如果有像这么好的一些 节能的一些建筑 为什么不能成为 我们国家的建筑法规 就硬要去做 鼓励大家去做 因为目前 有做的跟没做的 都没有任何的差别待遇 没做也不会怎么样 有做也得不到奖励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从民进党政策的角度 去看它是不是 除了朝向非核家园 再生能源的开发 这种有效的节能 应该要立竿见语去做 我觉得这种东西 只能用鼓励 民间的东西 你怎么用建筑法规 我强制你一定要 要给我盖这个东西 就是在这个现阶段 以后往后 所有的建筑物 你都一定要装一个这种东西 也只能用鼓励的 节电这件事情 全世界也都在做 台湾也拼命在做 所以我们之前 很多年前不是又看到 我们的台电的电费账单上面 就说跟去年同期比 如果你今年少了多少电 那就可以给你电价的优惠奖励 这些都是节能 节电的鼓励措施 那节电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正确的 所以现在只是一场天灾 吹倒了输配送电的电塔 而不是我们的电不够的问题 是因为它输配出了问题 这是一个天灾 在那个尖峰的时间 一点到三点 你必须让台电提供的电力 有办法撑过去 你撑不过去 跳掉就完蛋了 我昨天还特别跟一个台电的工程师同台 所以为什么要在尖峰时间 就是为了要撑过一点到三点的尖峰用电 你只要撑过了尖峰 其他的时候 你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所以不要再问一些蠢问题 说为什么要在一点到三点最热的时候 因为就那个时候压力最大 压力最大 干嘛叫你灌冷气啊 就是用点脑子 这件事情有很困难吗 好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说 很多的这个评论就开始讲说 所以我们应该要恢复 不管是核能电厂的电啊等等的 我再讲一遍 我刚刚已经提过了 这是输配电的问题 不是发电量的问题 所以有人就形容 如果你的电线坏掉 你不要一直怪插头 跟插头没关 是电线的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波 呼吁大家 节能从公家机关开始 做的这件事情 太多的反弹 都使人感觉到莫名其妙 我不认为 要从公家机关带头做示范 这件事情有什么错 因为它是公家机关 它当然有带头示范的作用 它只要带头了 才有民间才会说 好 那我们愿意 而不是说公家机关 自己在那边吹凉凉 然后叫民众说 你一点到三点给我关冷气 你们大家来拼节电 不是嘛 那所以这件事情到底 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我实在是想不懂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 这么排山倒海的批评 那或许有一种 有一种评论是说 那可是节的电也不多 对嘛 那所以 你才需要用呼吁大家一起做嘛 不只是民生用电 这个政府有没有期待说 那所以那些工业大户 叫台电把你的电买回去 也有嘛 也有双管齐下 也就是说它不是只限制你说 你不准推冷气 然后其他的电就可以浪费 没有啊 这件事情是全面性的 工业大户也要往这个 也有一些这个台电的措施 限制你 民间也希望你能够配合 然后什么开放式的 什么电家那些 冷气外泄的 这几天麻烦不要 否则就会被抓 这不是应该全民 就撑着两个礼拜 又不是规定你说 你这辈子的一点到三点 都不准吹冷气 三一过后的半年多吧 我去了一趟日本 日本所有的地铁站 JR站什么 只要是大的公共场所 百货公司门口 都一个大看板 上面写说 今日发电总量多少 我们现在 目前的用电量是多少 每一个地方都开得到 为什么 因为全民都要节电 因为他们毁坏了一个 核能电厂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它既然也是天灾 台湾这个也是天灾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大家就 就还是放胆的照用电嘛 它撑不过去 大家就限电啦 就这么简单嘛 那所以我不觉得说 这件事情有必要 引起这么 这么强烈的 这个批评说 这个政府啊 没有什么 这个应变能力啊等等 天灾是最好是 每个人都可以 有应变能力好吗 对 世奇提出一个说 是电线坏掉 不是插头坏掉 但另一种理论是说 就算电线没坏掉 不能给一个更大的插头吗 这两个辩论 应该还会继续下去 后续谈论记者 再进一段 VCR 我们事务在讲啊 我们28度啊 我们28度 28度啊 它不够凉的换 所以扇子变动扇用以后 不过我们28度啊 基本的还是比较 好 回到现场这双北市的一些对这次的政府要求下午1点到3点停止冷气的运转他们有些相关的回应了 这是日本311大地震之后日本政府所提出一个节电呼吁的广告 它一个牛顿球的概念说只要让不要让每颗灯泡来让一颗亮的灯泡去带动整个就说照明的普遍性 OK 那这是我们经济部能源举一个非常男性观点的节能广告 他说温度如果开到21度这么冷的话 那漂亮的妹妹会穿很多衣服 那你开到28度要冷不冷的话 那是不是有点偏热 妹妹就穿得清凉 这个就让女权运动者去做评论吧 OK 换一下西装领带 节能轻松自在 OK 好 少穿了一些让身体就是说会蓄热的衣服 那70年来我们台湾的用电量增加了700倍 请加入节电行动家的行列 不是说说也要采取具体的行动 我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是这一两天我看这个国民党这个发言人洪孟凯 拼了命在脸书上面猛贴了 很有意思 他说不知道电哪里来 谢长廷说出民进党不敢说的秘密 诸如此在把谢长廷日前在日本接见台湾的大学生 谈到台日两国的差异 他认为台湾自由开放 先做再说 日本则是精确细腻 想好才做 谢长廷说 日本人曾问台湾非核家园目标 不会缺电吗 他回答说绝对不会 但电从哪里来还不知道 对此国民党文传委副主委洪孟凯表示 谢长廷的说出了民进党政治人物不敢说的秘密 非核家园终究只是骗选票的工具 选票谁骗谁 或者谁甘愿被骗 那个我没意见 但是发电一定是个硬道理 有人A说过去说用爱发电被A一顿 今天讲说什么 如果内斗可以发电的话 台湾变成发电大国 我都尊重 但是发电用电绝对是硬道理的 在这些口水互电之外 要回归到它本质的理性面 跟它的务实面上 来我要看怎么看的事情 你刚才说有个学校已经开始在用那个 除冰式空调 不仅是新北市政府那个大楼 还有我们知道101 都有除冰式的那种中央空调系统 也就是说它在离风的时候 它就制了很多冰 到了尖风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冷气给调缴或关掉 它直接把这样的冷风给送出来 大家不要看 这讲起来好像简单 其实它是一种高科技 可是有一个地方 我要特别讲 南山中学 它10年前就开始做了 新北市的南山中学 95年它盖新大楼 它盖新大楼96年竣工 95年的时候 它的电费 那个还是五六百万 你知不知道 结果等到它97年 它一算下来 它的楼地板面积 新大楼比旧大楼多一倍 比如说1000平方尺 变成2000平方尺 但是它的电费 省下整整235万 它就是用除冰式空调 它就是这样做的 竟然会可以达到这么高的 那个节能减碳的效果 所以我就在想说 刚才影仓也在这边 那我就在想问你 那请问一下台电 有没有什么奖励 对不对 像你们不是都 简直讲他第一名吗 对不对 你们的那个在 经济部还是 在行政院的评比里面 你们都第一名 有没有什么奖励 对不对 好 这个部分我分两块来说 那首先就是刚才提到 评比的部分 那这是行政院办的 一个市城专案计划 那它大概是从 100年到104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市城的电油水子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电的部分 我们每年都省600万 400万 400万 200万 最后我们还冲了 580万度的电 那我们再看 它的评比的绩效指标 我们绩效指标的部分 它是五都第一 五都第一 然后整体绩效奖第三名 年度进步奖第一名 整体绩效奖第一名 这都是行政院 跟我们办的一个评比比赛 那事实上我们公共人员 或是地方政府就会想说 我省了这么多电 但是有些电 我真的已经省不下去了 我把该关的东西都关了 那这时候我还有能 什么样的作为呢 所以说在我们104年以后 就是有刚刚提到的 就是智慧电表 那智慧电表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104年就开始智慧用电 我们做了电表以后 那搭配台电的一个 需量竞价的政策 那其实台电它可以透过电力调度 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 台电它昨天掉了80万度的电 那它就是用户端 你可以关闭掉你的设备 那你关闭几度呢 台电就有竞标的方式 一度10块钱给你买回 那为了因应这次事件 台电要提高两成的一个价差 所以说整个部分 如果说我本身觉得说 所以说我把我用电 正常用电的权利 卖给你台电 对 那我有一个价差在那边 可是我们要装智慧电表 要自己去申请对不对 它不是每一个家户都要的 可能要有一点钱 那个智慧电表我不知道 公家机关我比较贵 智慧电表私人装 有一笔费用 这个是大概是我们经济部 补助我们新北市政府 但是我们就是把它应用在 我们的能源调度上面 那其实它台电大概是说 比较高的用电户 它需要去做时间曲线的分析的话 那可能就只有这个必要 那我们一般家电用电来讲 可能就蛮单纯的 像我回到家就是开电 开电视这样子而已 那刚刚那个华干凶有提到就是说 那这样冰水煮机 那是不是鼓励大家去做 那我要提一下就是说 其实我们像我们新北市 用的是三段式电价 它是4.4块 建盟的时候4.4块 但是我在夜间储并的时候 只要1.27 对对 离风电价相比比较便宜 那台电针对你做这个设备 它还有补助你 就是说你只要打6折给你 所以我再换算一下 只要17%的电费 那它使用上它有个限制 就是说它需要一个空间 它需要一个空间 只是说我们新北市 大概在B3有个200平台 大部分都装在地下室 对对 那像有些商业设施呢 比如说百货公司来是什么 它可能宁愿化停车位 除非你政府的用因够 对 那它才会配合这个来办 是 对 那所以这个跟台电的用电结构 跟电力调度 还有它的政策 都有相关的关系 跟胡萝卜棒棍的交叉使用是有关 来 这个时候我就要打个岔 我们买电动车都有补助嘛 希望你能节省简单 有货务税可以降低 对啊都可以降低对不对 那像新北市这样做 南山中学这样做 那我请问一下 你讲的胡萝卜跟棒子 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胡萝卜 给人家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有对这些 就是说不听话的 就是一般的那种企业 它说 好好好 我宁愿设停车位 我也不要 干嘛 我也不要 做储兵式空调 你这样子的话 怎么能够起到带头那种 还有一种示范跟扩散效果 扩散的效应呢 对不对 就是说那是一种观念 什么观念 日本人从311地震之后 他们能够有这样的观念 共体时间 大家一起做 为什么 已经冲毁了龙王庙了 海啸都上来了 先台总共二十几个县 通通淹掉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跟你讲 能够不这样做吗 现在台湾的情况是什么 但是一种政治的口水轮回 可是政府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 新大楼 新式的大楼 它可以有足够的空间 来做中央式 除兵空调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不奖励它 你除了在电费上面 我听那个影昌讲说 虚量竞价 这个听了 我们老百姓完全都听不懂 虚量竞价是一个经济学的 竞标理论就对了 就那个好复杂 但是老百姓只知道 你的需求比我更迫切 台电用的需求 在电的需求上比我更迫切 它的需求就是你少用电 所以你把我买回来 那这个钱也是未来的 总体的供电成本 所以实习那个讲法 值得参考 非常严肃就说 不是电线坏掉 是电线坏掉 不是插头坏掉 但是另外理论是说 那就算电线没坏掉 插头可不可以用大一点 这两个理论 我们都应该公平的对待 理性的去思考跟辨证 而不是说 就是你不对 就是我不对 这个不能解决问题 那市政府是个老建筑 那柯市长是一个 求新求变的政治人物 他有没有想要在这个 老建筑里面 为了节能这个目的 发挥他外科医师的那个巧手 我来开个几刀 其实刚刚我们有谈到 像新北市的建筑 因为它毕竟大概就是 10到15年之间的 一个新式建筑物 那像台北市政府 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了 那第一个 如果需要我们要做一个 所谓的除冰室 这个空间 其实我们台北市现有是没有的 因为台北市跟新北市人口来看 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政府里面工作的员工 总共有将近1万人 但是新北市大概是我们的一半左右 那所以其实在空间上来讲 确实我们没有这样的空间 那当然我们也是这几年 一直在想怎么样优化 把我们的所有的节能的部分 再做提升 那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说在台北市政府我们用电 占比例最高就是空调的用电 占了40% 那紧接着就是照明跟插座的部分 所以先从空调部分来做 我们等于是在地下室现有的设备上 去做一个把水温降低 也是在离风的时段 那我们也请专业的计时评估 其实我们提早把这些水温 做预冷的动作 它的效能其实是可以更高的 那我觉得从节省成本的 第二个部分来看 其实降低水温会比我们去制冰的花费 其实还来得便宜 那我们请济师这边来做了一个评估 大概少了一半左右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旧市建筑上 我们当然也是有一些应变的方法 那市长在这一块 当然我们是一个非常创新开放的政府 我们也希望朝着所谓的 节电能源的一个大楼来做一个改进 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年来 也不断地像市议会这边 有要争取预算 来做一个市政府的节电的重新的改造 那成为一个智慧的一个大楼 但是因为预算的部分 也是一直被删除当中 所以我想这未来也是我们要面临到非常大的课题 那只是说在空间上跟新式建筑物 跟旧式建筑物这部分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就是有差异性的状况 思雨小姐对不起我请问一下 我跟你讲 我跟一般老百姓听到柯文哲说 奇怪的命令大家都怕不好 哇这讲出大家所有的心声 叫他们躲到哪里去 哦你又讲到我的心声 听了就松了 所以柯文哲他今天民调会高一定有他的道理 因为他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庶民的语言 大家听了都松 为什么 你说的就是我想的嘛 对不 可是好冷气召开 开到28度 听到这句话我就逗了 为什么 因为28度平良心讲 那还是要靠电扇 在那个阶段 在那个节孤眼底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现在是下午1到3点的话 你们会开到28度 不管开到那么高 但是有需要的时候还是吹电扇 我可以告诉你 那保证很闷 所以我不知道说 目前你个人 就是说按照市长指示 就把温度维持28度 一般的公务员 在工作的情绪上 体力的复活上 有没有什么一些 比较负面的表现 还说还好 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以我自己在 我们媒体师傅 在秘书处这边的观察来讲 大家当然都是会有自备很多 就是消暑的庙方 比如说可能有桌上的电扇 或者是自己戴扇子 然后又或者是吹电风扇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因为市府 其实它算是一个 开放式的密闭空间 也就是它是没有管制的 大家都可以进来 但是它的空间又是密闭的 所以这个空间 你要怎么样让它保持 空气的流上是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最可怕的 其实是在电梯 因为在电梯里面 像市府这么多人来来往往 那电梯里如果没有维持 送风的状态的话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 柯文哲会叫你爬楼梯 因为他都爬楼梯 因为市场的体力 真的跟我们一般公务员体力 是不太一样的 对这点我们也认同 我们政府还有几位相关的意见领袖 就这一提提出他们的看法 立法院长他有回应 他说这个要求 一到三点关冷气 出家权有必要的时候 我还是会要用的 那台大的前副院长 王明居医师 他说政府带头中午不开冷气 台大医院批 有害健康 不如放省电价 他有像刚才这个 新北市的那里先讲到说 有说包括对健康的影响等等 那影响工作的情绪等等 他有提出一些 比较从医学面的角度的看法 那另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请时期做一些回应 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 他说除了热死公务员之外 政府还能做什么 他说永远共体时间 那是在体谁的时间呢 他最主要是讲说 骨子里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类的 所谓挖小民补大户的不公平措施 因为按照过去台电的 跟一些工业用电大户签的合约 在这种工电吃紧的情况之下 是应该要先就工业用电大户 做用电的调节 而不是回到民生部门 当然民生部门这次是 限定在公务部门 那像这些说法 时期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回应 有啊 林全不是有讲那个什么工业大户 叫台电要干嘛的 那个专有名词我忘了 也就是说有在做嘛 就是也不是说指教 一般老百姓的民生用电 所以他这个资讯不够 我觉得他不够完整 而且说除了热死公务员之外 政府还可以做什么 也没有 这个政府没有打算说 用两小时的时间热死所有公务员 他也没有禁止你说 你不可以摇扇子 你不可以吹电风扇 没有嘛 那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县市政府 其实都有自己的节能的方式 刚思雨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他是比较久远之前盖的台北市政府 他可能要申请预算 或者是要改变他的建筑的那些设计的话 可能比较麻烦啊等等的 那而且那个东西的设备会不会非常贵 也就是说你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是一般民间的建筑建筑的这个大楼 他以后政府有补助奖励说 鼓励你可以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会不会也某一方面变成本很高 因为他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多贵 那所以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 像宜兰 宜兰县政府 我觉得超美的 他盖的时候就盖成了一个 绿建筑 对就是一个绿建筑就宜兰县的盖法 然后就很凉快 他有自然的通风对流 还有核花池 然后感觉就蛮凉 然后都用竹子 包括他在西塞面 他都有做一些外墙阻隔 双重墙面 所以这个都是建筑法规上 应该要尽量去鼓励大家做 对对对对 当时的宜兰好像就是说 他们的建筑法规好像就是 如果你盖宜兰县的话 可以怎样 就是有比较多的一些通融 我觉得可以朝这个方式当中去做 这个呼吁大家往节能这条路走 各个方面 不只是说你少开冷气 然后在建筑上面 设计上面 也应该要往这个方向走 像昨天我们也不想像震灵灿 震灵灿每个地方 县市政府的方式都不一样 像新北市他就有 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那个除兵的设备嘛等等 桃园的做法是把28度调到30度 配电扇 然后也的确省了6到9%的电 然后可能大家会觉得很热不舒服 然后但是两个小时你就撑过去 而且那个电塔只要修复好了 它的输配电 电送出来了也就OK了 昨天我跟那个台电的同台 你知道他就讲得这样很激动 因为他说你知道那个电塔 有多重吗 他不是说电塔倒了 我们去把它推震就OK 不是 他说这个电塔有好几百公顿 而且那个地方没有录进去 他只能用飞机吊挂 他说那个工程其实是极为浩大的 台电的人也了解说民众其实很急 可是他们也真的很努力在做 我看到他那样讲说 讲得那么激动 然后我都快流泪了 然后对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给他们一些加油 这些基层的台电的员工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在放台风架的 台风完了之后 他们还要忙这些事情够辛苦了 对的确我想应该 不自由人会去苛责台电的员工 他们的确非常的辛苦 而且台湾的基础的电力建设 这群工程师跟兼兵们 永远是台湾经济发展 包括我们民生发展 最重要的所谓那个先锋 也是我们砸这个地基 砸得最稳的一群人 我倒想要追问世界问题 那政府提出各种方法 为什么都一路接受批评 难道没有个点子 是比较大家说 这个来说啊 这个不错 我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 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要推绿能 那这个绿能呢 他可能就是区域性的 也就是说 把台湾分成比较多的区域 然后所以你在区域当中的 绿能发电 然后未来的输配电的设计 他就是以小范围为主 而不是说像现在 我们都只有大范围的配电 那所以你只要哪一个地方的 像这一次的状况 然后所以很多地方都会受到影响 我觉得要用小区域的概念去分布 那你说好 如果是这次天灾 政府还可以做什么 有人就建议说 那不然就把那个上班的时间 往前两小时下班 或者是往后两小时下班 可是我真心觉得 如果要跟动这些的话 他影响的人数和范围会更大 民怨会更多 如果他今天跟你说 好那我们公务员 因为因应这两个礼拜缺电 所以我们就 尖锋时间我们就休息 然后接下来 往后延两个钟头下班 他可能要处理的事情更多 他要去接送小孩的那个 所有的作息都得 因为这样子而改变 你不觉得民怨会更多吗 所以他最简便的方式就是 我们大家在这个时间 尖锋的时间 只要让台电能够撑过去 接下来 他的供需不会失衡的时候 那样子就OK了 那所以我也不觉得说 这政府还有什么东西是 应该做而没有做 我也觉得他尽量在做 那引起这么多的批评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你也想想看 其他国家在碰到天灾的时候 人家的人民有没有共体失截 而不要等到我们自己发生的时候 我们看别人可以共体失截 可是要我共体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没有办法跟你共体 我也觉得那样子是太自私了 不是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过去921大地震的时候 那个南电 因为电塔倒了 所以南电没有办法北送 所以后来 很像是阿扁才发包 叫做第二输配电线网路建设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个人解读最后还是在于说 那个开关要有多大的问题 我想很多人认为说 因为要推非核家园 那政府也推出所谓不限电 不断电这样子的政策保证 但是发觉有些输配电商的脆弱性 一旦被挑战的话 还是会发生 所谓限电跟断电的可能的危机存在 所以这还是争议的核心 有一个地方的派出所的警官 他在脸书上说 我们去外面执勤 穿什么防弹背心 热的钥匙回来 还没有电站 没有冷气可以吹 他说未免对他们这个工作 太不给方便了 那过去在江一化的时代 因为那时候风存和事 那时候行政院的发言人 孙力群就说 要在节电1% 经历部将列管产业大户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对产业大户用电 有相当的节制 回到华干这边 过去我们常讲说 节电除了大的用电 个人的节约 也变成是一个显学 也是政治人要带头示范 比如说气温飙高 拼节能减碳 官员穿西装喊 请穿着轻便的服装 那时候的发言人 出来开机的 说大家要穿短袖 不要穿这个穿西装打领带 结果他们都穿了穿西装打领带 就不小心被A了一顿 OK那是柯市长 穿短衬衫穿短裤 这赏给OK 好那还有一个是 好这个是张景深政委员 说他也很凉快 他是砍模 穿个假脚脱 他最节电 可是还被立法院骂说不可以 对 好那所以这个包括 当初柯文哲市长也说 OK他28度才能开冷气 柯文哲说太热的话 就穿短袖短裤上班 OK华干怎么看 做得到吗 不是我今天我们真的要讲 就是说节能减碳 我们在穿着上在夏季 用念高峰的时候 你脱去西装拿掉领带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 可是你不能像张女生这样搞啊 脚脚偷偷偷穿来了 那你跟罗宾 那大阿伯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不对 那所以总是官员还是有官针在的 他还是有他的形象在 我们可以尽量轻便简朴 但你不能到了说 我就是任意为之 率性而为之 所以林权有时候讲那个话 他曾经讲过说 大家去大麦厂吹冷气啊 你就觉得这个 这个行政院长到底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刚才回到刚才文家所说的 你要比较大的插头才对吧 是不是 好 我们现在有多大的插头呢 随便举个例子 其实老师讲一句 大家就不是那么了解 2013年我举例 全年低于6%倍转容量 只有一天 2013年 到了今年才7个月 很吃紧 对 现在已经有90天低于6%了 所以阿弥陀佛 昨天不是那场大雨 造成今天的气温下降的话 本来预估 今天 今天的倍转容量 只剩下多少 只剩下2.12 明天只剩下2.4 代表是多少 大概只剩下75万.8万瓦 或者是85万.8万瓦 大家就想到75万 85万 这么少 所以大家就要晓得说 那个插头是不够大的 我们整个能源政策 我们整个电力政策 是不是要开始想 你今天一个海棠来了之后 是这样 接下来是什么 是什么台东 是什么台风会进来 我们 你知道你去烧香吗 上天保佑啊 他不要在和平电塔 修好之前 再有一个巨大的台风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绿能 我们的火力 这其实有远中长 短中长期嘛 那这短中长期 这三个 通通要加起来的话 你要怎么做 你看到那个数字 你觉得真的很好笑 7月31号 第一天开始的时候 下午1点到3点 不开冷气 那个时候 316万千瓦 然后8月1号 反而同样的时间 然后1点到3点 增加到3299万 千瓦 等于是多了300万千瓦 然后到了什么时候 到了2号 你知道吗 他还是一样有 3310万千瓦 可是他在上午11点 也就是不是下午 1点到3点的时候 他竟然高达3347万千瓦 所以高峰提前在11点就到了 你到了11点就到了 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说 我们是小老板的心 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会刺 我们会怕 为什么 现在动辄以3000多万千瓦来算 3123 现在已经到了3347万千瓦 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天气能够好个几天 等到下个月 不是在下个礼拜 不是说8月9号又是个高峰吗 其实那个都是不准的 也许明天它就发生 后天它就发生了 供体时间在和平电塔 在修复完成前的13号 也许我们能够撑过这一段 撑过去之后 你的插头够不够大 这才是问题 对 所以这个过去有一些统计 比如说台湾一年节约能源省下电 不够台积电一座8寸晶圆厂 一年的用电量 虽然产业在大量的外移 但是我每年的用电成长率 还高达2% 我要提醒管理 就是说行政部我们要注意一个 心理学叫做安慰迹象 叫Precable Effect Precable Effect 拉丁语就是说我受到照顾的意思 那这概念说只病人受到无效的治疗 但却预期或相信治疗有效 而让病患得到舒缓的现象 如果这个政策真的有效度过难关 把用电量缓解的话 这是一个正面的 万一没有的话 会形成一个叫做反安慰迹效应 如果病人从此开始 不相信任何治疗有效的话 可能会让病情恶化 所以这个叫做 Precable Effect 叫做我将受到伤害 从受到照顾 变成受到伤害 这种心理的逆转 应该是这个政策背后 所有的主管机构 主管的负责人要好好思考 人民的心理状况 心理条件是什么 我们再进一段VCR 和灭水这样的中心的或者解释 去哪里 我们去哪里 那个东西 都是为我怎么办 cl issue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回到施宇这边 就是说台北市政府 有没有一些配合绿能建设的 在市政府可以做决策范围内的推动 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些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这些 你们市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有 其实我们也有所谓的 太阳能发电的这个部分 那毕竟太阳能发电 它还是占的比例是会比较小一点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加强太阳能周边的一个 不需要经过能量转换 就可以直接变成电力的一个方式 因为其实从太阳能你累积之后 再把它转成电力 它中间其实是会更消耗那个能量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做 那当然我觉得除了市政府以外 我们在民众的这部分的宣导 我们也有非常完善的部分 像最近可能大家都在吵说 像公宅的部分 我们新建的公宅里面 其实也都是全体导入 全新的智慧节电的模式 那可能就有像新北市这样子 比较新建筑式的一个电表统计 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 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电器的设备 其实它是有年限的 也就是说可能你的年限到达10年之后 它的节电能力会越来越低落 那针对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推广 希望可以用补助的方式 那让社区去针对所谓的 不管是冷气啊 或者是一些照明的设备去做一个更新 那其实我觉得是多方面一直一起在做 那当然其实公务员我们也 大家都尽量在配合 共同响应这个政策 那除了公务员以外 其实我们也是要极力把它推广到 落实到所有民众的生活里面 是 我有一个小尝试跟大家分享 我有好朋友在台电 他跟我讲来我们家测试 用电最凶你拆不到 竟然是那个热水壶 不要永远设定在煮沸100度 那个没事就一直棍一直棍 他说这个很恐怖 但我不是说比冷气 但是你真的省一点 省一台那个都可以看到迹象 新美市呢 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绿能的建设 在新美市开始推动 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的市民广场的屋顶 大概我们就有设置200片的太阳能板 那太阳能板的话 它每年的发电效率大概是5万度 那台电的绿能大概是架构是6元 那每天挑我们公有防射跟民众的屋顶 我们设置299度 那我们手边的资料大概是145MW 大概就是每年1370万度 但这个部分在北部来讲的话 我们虽然是示范性的性质啦 因为在南部做太阳能的话 事实上条件会比我们好 但是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政策 像是地热或是除能的设备 这个在相关的政策我们都有 地热在新北市有 像新北市几个公立学校 像林口高中 投湖国小 新的学校 那个屋顶几乎都是太阳能板 所以这个时期 你对这个绿能 我想台湾不应该反对绿能 因为绿能不是民进党 这个党的一个政策 是我们整个国家 要迈入一个新世纪的地球 新的一个能源环境里面 我们必须要有的基本的能力 一个没有绿能建设的国家 是没有办法在未来的这个 新的能源世界里面存活的 甚至竞争的 所以这个部分 你对于这次的议题 激起这么多政府的 不同意见的辩论 你有没有一个看法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要讲这个绿能的话 我觉得到底有多少个选项 那政府打算 各个选项当中的比例 配置是如何 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应该 要跟我们多讲清楚一点 否则大家会担心说 那万一这个全部都走绿能这条线的话 那会不会我以后插头 就是供电的 那个逐输送的那个不够 就是插头不够用的问题 我觉得这倒是政府 可以多讲清楚的 那但是我会觉得说 节能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大家都得做 不止你刚刚文家刚提到说 家里面的那个热水瓶 你知道我们家 只要是天气一开始变温暖了之后 我们家热水瓶就发掉了 只有冬天的时候才会插着 然后就尽量随手就是关东西啦 就不要让这些东西都一直灯灯一直亮着啦 然后电风扇就一直开着啦等等的 总是要从一些小地方开始做起啦 那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这样做 是因为我也不愿意付那么多电费 不要跟荷包过不去啦 对不要跟荷包过不去 就算荷包撑得起也不应该滥用 我们上次讲说 比如说做个广告做节水 说收到水我们都要变成小气鬼 收到电更要变成超级小气鬼 每一度都要计较 对那其实台湾的电费算是便宜的 就是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 其实某种程度算是便宜的 但是尽管台湾的电价算便宜 但是我都还是会舍不得 所以就大家一起节电吧 是对这个回到华干这边 我们学管理的常常会看日本的丰田式管理 这个在管理上是这个 就算是杀也要把它挤出水 他常常有一句话 这个我不太服气 他说别用算术思考 学着用忍术思考 就说要忍 要化这个腐朽为神奇 偏偏把它节约出来 当然这个某种所谓一种 刻苦的哲学理念 可是毕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刚才讲说像一些特殊的医院 公务人员的士气 民众洽工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士气的影响 受到比较不好的服务等等 所以我想除了严谨的算术思考之外 合理的忍术思考 你认为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也要稍微共体时间一下嘛 对 合理的忍术思考 不能每个变忍者 那个也太苛刻了 你认为有没有这个空间 我看到有一个读者投书 他是一个阿伯 60多岁 投在某报上面 他说他一向都是省 家里不开冷气 都是用多热都一样 为什么 他是一个公务员子弟 他是什么公务员子弟 他的父亲 他已经60岁 他的父亲是第一代台电的维修人员 所以他知道电得来之不易 是 等到这个交公务员1到3点 这个不开冷气的时候 他跟老婆讲说 你冷气就把它吹下去 为什么这样 他说他彻底对这个政府失去信心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反核 他自己这样认为 他认为核能是相对安全的 所以他就 因为这是真实的读者投书 他说 我觉得一直在这样子反核的话 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是政府咎由自取 所以我现在不管了 我管你有没有电可用 我就是要开冷气 他一生节约的人 他的父亲是这样的人 他的关联大大的改 他的关联整个改过来 扭转过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说这是一个缩影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他认为说 他的省电 他的节省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政府 根本没有替老百姓的立场 像这样子的想法的人多吗 你观察 我认为这种 其实老实讲一句 用不用电是你自己的事情 就算你是意气用事 你不会跟你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对不对 可是我今天还是要讲到一个重点 刚刚我听到这个绿能的东西 我讲句实在话 不要核子的话 你只有回到火力发电去 像弹子的六十多万瓦 快要可以测试了 六十多万瓦 那风力呢 我讲一个小故事 我在十年前 我采访过王文阳 就是现在的总裁 王文阳 他当时有雄心壮志 我告诉你 我要建立大型的风车 就像他去荷兰考察之后 十年前他的雄心壮志 他讲过了 后来你知道 我们在政府在很多 就说这个绿能的测试上面 也是打算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对不对 王文阳现在已经不提了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可行性的难度在哪里 前端计划里面 已经有编列绿能 的这个能源的这个经费 你知道多少钱吗 大概十年要用373亿 所以有人就提出来说 不要到最后 台南沙伦科学园区 沙伦绿能科学园区 又变成了文字馆 现在就在这个政府讲说 我不会让沙伦绿能科学园区成为文字馆 我一定要做 到时候可能不是我执政 但我仍然要做绿能 为什么 因为他才是未来的希望 你要告诉民众 就是说我一定要这样 那不管是谁 不管是蓝的 绿的来做 绿能是以后一定要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要可能 2025年的飞和家园 不知道答得到 答不到 但是我现在就是要做绿能 其他不够的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火力发电来补足它 就是说 进步式的火力发电来补足它 我现在就要讲的就是说 你有没有想定 你不要让它真的成为文字馆 要让它将来真的能够达到 绿能发电的目标 现在这个绿能发电 听起来300多亿 好贵哦 它能不能达到那样的风力发电 以及绿能太阳能板的 那样子的目标 台湾受限于很多气候因素 所以我认为 政府现在应该 小英政府现在应该要想的是说 未来10年不一定是我执政 但是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 我要这样做 这才是一个政府 它最可贵的地方 好 麻烦世宇做最后15秒钟的结论 我觉得现在当然是以市府的立场 我们所有的公务员 一定是尽量配合来做一个 供给时间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也是要呼吁所有的 市民朋友们 也要一起来做解电 因为解电绝对不是只有公务员的事情 是大家的事情 是 林昌15秒钟结论 谢谢 市府其实在做智慧解电的 那我们也跟公民做对话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解电成效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希望是以比较智慧来办理 转换能源去替代关掉电源 是 是 市区15秒钟结论 节电大家的事啦 大家一起努力 是 松下西出这个日本的管理智慧 他常讲企业管理的过去是沟通 现在是沟通 未来还是沟通 这么重大的能源政策 我总觉得沟通 似乎还是稍嫌不够 我是明明天后室我家 云端最连线 明明同一时间我们云端 再见 谢谢三位